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超鬼王阵法第六天的攻略视频 和鸽子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超鬼王大蛇阵法应该怎么击杀吧 今天整体难度上比昨天要简单一些 Boss技能是超级菜的高级魅影 第二个技能是渡火,我方连续使用技能时会额外好虎 当然,渡火这个技能对于狸吞吞来说基本和不存在一样 只有输入会连续用技能,基本不受影响 我们只需要提高输出时辰还有仇女的速度 就可以保证伤害不被闪避了 其实只提高仇女速度也可以啊 不过一起提高可以减少仇女出手的时间 特别是不知火阵容里面老是看着仇女普攻两次也挺烦的对吧 树翁这个位置就不推荐带速度了 因为树翁的生命上限和他的伤害息息相关 其次就是刚才提到的渡火问题 如果树翁带了速度出手频次变高 那么鬼魂消耗也就增大了 徒增烦恼 巴切大蛇的速度是160 所以只要仇女快过160就可以保证伤害不被闪避 但这个160并不意味着面板必须要刚好160点 像我的仇女其实只有159点 但是配合上不知火星火结界的加速度 也可以在实战中超过160 让大蛇无法闪避我的伤害 像这样尽可能的把仇女速度压到极限的160 既可以保证仇女伤害不被闪避 也可以减少仇女出手时间增加走吞出手机会 如果老是会差点伤害打不满的话 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在这样的细节入手 增加走吞出手的频次 好 那么关于阵容的操作介绍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还是会把弑神的御魂放在最后 如果大家想要看的话 可以直接跳到3分26秒去看一下 当然我还是建议大家把整个击杀过程都看一遍 毕竟可能会有一些操作细节我忘记说了嘛 而且东方的BGM们 它不香吗 不好听吗 不想把它听完吗 好 那么我们3分26秒 御魂介绍部分见 我们下期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是两只九吞 带的是速度攻击爆伤 另外一只是速度攻击爆击 这个欲魂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只要二号位带了速度就可以 不用强求速度多少 当然速度要快过丑女 因为丑女要压一个极限的160 让两个九吞尽可能出手次数更多一些 比丑女更多 然后就是今天的重头戏 丑时之女 丑女带上狂骨加上荒骷髅 速度接近160即可 速度不需要堆到160以上的原因 刚才在视频中也介绍过了 不知火的星火结界可以增加速度 让差了几点的丑女 也可以跑上160 而丑女尽可能压低速度 可以减少她出手机会 把时间留给九吞去输出 说还是老样子 带上伞剑全生命 今天怪物是没有控制技能的 所以不需要升起了 大家只要做一下 伞剑的极限生命就可以了 不知火的选择依然是屠佛 一个满暴击屠佛 既可以当输出 又可以给九吞增伤 岂不美哉 以上就是超鬼王征伐 第六天的击杀攻略了 今天因为渡火这个技能的存在 所以丑叔追词阵容不推荐 如果实在是没有不知火 九吞的话 那么可以试一试用 丑叔追词亲自来打 那么最后还是祝大家都可以顺利击杀吧 我们明天最后的超鬼王攻略 再见